大清德說事件以前 我不到立法院國警報告 當天我看到就覺得很怪 事件以前 大法官雖然我們不信任他 但是至少 你還是要等他做一個裁定 當大法官還沒有決定以前 你就說我就不去了 你立法通過以後 這是個法律 你就得執法 而且你行政院長要執法 對不對 憲法規定你必須 立法院三個都通過 你必須十天之內就必須要發布 你就得做 除非你可以講說 這個憲法如果釋憲了 說違憲 或是做了緊急處分 說凍結 那時候我不去 可以 這個都沒有做以前 怎麼我就不去了 你比大法官還偉大 怎麼可以這樣 這一點法治概念都沒有的話 我的話不敢講這樣的話 你怎麼可以講這樣的話 所以昆哲批說 這是走上獨裁的第一步 完全是法律無誤 這個現在叫做四憲空窗期 什麼叫四憲空窗期 我去四憲 還沒有結果叫四憲空窗期 能不能開聽證會 周庸泰說為了穩定憲政 你們安耐不動 不能動 不可以 意思就是說根本不理你們 你們聽證誰去 學者說覆益失敗以後申請四憲 全世界沒有這個先例 沒有這個先例 另外黃國昌說 憑什麼你一句話 叫我們安耐不動 就把法律給凍結了 你們到底搞什麼 你們正極法律 那麼偉大 民進黨現在提出七大理由 申請四憲 民進黨黨團 他現在分成不同機關去提 另外 柯建民說 憲法已經進入ICU加入病房 如果說憲法已經進入ICU 急要裝葉克膜 這是關鍵時刻 我們要搶救憲法 憲法還在那裡 憲法有什麼問題 憲法沒有什麼問題 現在就是說 你的立法院職權憲法 有沒有抵觸憲法 憲法還要進了什麼ICU 我看不懂這什麼意思 他那個邏輯到底是怎樣 另外民進黨說 申請國會改革事件 要藍白接受結果 好像民進黨已經知道 結果是什麼了 這也很奇怪 打官司前 你怎麼知道結果是什麼 好像他們已經知道了 我們看一下 所有的違憲亂政 所有的作為 因為已經侵犯到行政前 絕對是新聞怪獸 請問這不是違憲 什麼才是違憲 柯建民一離開記者會 就帶隊前往司法院 向憲法法庭遞交釋憲 及暫時處分申請 國會的職權部分 最大法官大部分 採取不介入的立場 這是一個國家憲政體制 危急存亡之秋 我們尊重大官 柯建民強調 尊重還是尊重 畢竟提出釋憲 暫時處分 民進黨團可不是第一個 24號總統賴靜德 簽署覆議案資文後 隨即就提釋憲 以及我們投行的行政院 卓榮泰院長 一部一區跟在總統後 行政院長卓榮泰 也將在總統府監察院 民進黨團後提出釋憲 及暫時處分申請 但總統就在提釋憲後 他的聲量似乎也跟著往下滑 根據台灣議題研究中心報告 賴清德從520上任後 到624提出釋憲 他的網路聲量從0.51高峰 一路下滑到0.22 儘管在翠河臉書聲量都很高 但專家也指出 不同平台有不同反應 似乎也反映出 總統剛上任就提釋憲 代表總統民意 並非全民民意 民進黨委員 其實這個事情 那個一絲好幾命 一絲四命 連行政院 立法院 監察院 黨 我現在看到民進黨的很多 很多的政治任務 其實都很無奈 但是必須要出征 必須要出征 是什麼樣的力量逼著他們 然後做了一大堆 理工監察院李軍力講了那個話 我覺得他對不起他爸 然後但是還是必須要上台 我相信他也很不願意 不然他也躲在後面 為什麼要跑到第一線去 所有的立委現在 反正所有事情你可以看到 一致 現在黨有一個任務 比如說要開始 在黨要打NCC 他們就前面開始 我發現媒體有監控 他都有劇本的前面鋪陳 所以他就有一個意志 有一個意志 這個意志來自於一個 在這個意志當中 所以所有的東西都不重要 法律視為無誤 所以你會覺得他們講話聽不懂 講話他也不打算跟你溝通 就是照他的方式 黨內用一種很強壓的壓力 逼著大家走 逼著上街頭 但是這樣子 這個是一個戰略 從一個 這個也是一個戰略之一 就是我先團結內部 一個都不要給我跑 要死一起死 這個有時候會產生力量 就是不然的話大家軟趴趴的 對不對 我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落實的時候 我綁架大家 大家一起戰 有時候反而是一個很好的戰術 但是從這些民調當中 看起來顯然不是 顯然不是 就是台灣的民眾買不買單 大家期待的是 國家還是能夠做事情 新政府 新上台 新內閣 大家人才積極 每一個人都想做事情 所有立法院政策 每一個人 大家都每天在搞這些事情 但是就停不了 我們有多少法案 民生法案 我們很多事情都想好好的談 沒辦法談 我覺得這件事情 還是回到一個根本 這根本就是視線 因為最終其實就是 大法官說了算 其實在座我們 包括我在內 沒有任何人能去定妥說 到底憲法賦予 這個所謂國會改革 或國會擴權的權限是什麼 或者範圍是什麼 因為過去確實 其實這個在監察院說得很清楚 因為大法官是包括633 包括在585的視線條文 其實都針對319真相調查委員會的 立法院的調查權限 有做過視線的部分 當時的大法官是認為說 如果是跟憲法 賦予立法院的權力有關 也就是立法有關 這個是可以的 但是也沒有說無限的去擴展 所以 但到底這個分界線是什麼 我還是再次強調 我覺得尊重大法官 但是我比較擔心是這部分 就是說確實我們中華民國憲法 應該是各黨的共識 不會有任何黨制例外 但是中華民國憲法 至於說這個詮釋我們憲法的條文 是賦予給大法官這個權責 但我們現在看到有許多政策 一在詆毀大法官 說大法官沒有公信力 說大法官甚至有可能成為 民進黨的開門狗 這是羅志強講的 所以我覺得這種思維跟說法 對於我們健全的法律 社會 法制社會並沒有幫助 所以我還是期待說 今天賴清德沒有辦法去立法院 去進行報告 原來很簡單 因為他現在按照法律 要被要求要幾婚幾搭 但是這個到底憲法 有沒有這個部分 正確台灣其實寫人情 是得去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而且沒有提到幾婚幾搭的部分 所以我說到底現在的狀況是什麼 我覺得沒有辦法去明確的去判定 還是要等大法官事件出來之後 大家才清楚權力義務是什麼 梁漢斤 因為大法官在過去的 這一段時間來的記錄 所有的 只要是不符合民進黨利益的 像什麼黨產 只要是不符合民進黨利益的 他通通都判違憲 只要是符合民進黨利益的 他通通都判核憲 黨產條例 委員會等等都是如此 所以難怪民眾 對於還有民意代表 對於大法官會議沒有信心 我想這一次對於大法官來講 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考驗 賴清德 他今天這邊大聲的講說 立法院怎麼邀請他到立法院 去做國情報告這個部分 有違憲的問題 有擴權的問題 我實在是看不出來 我們這個憲法徵修條文上面 寫得清清楚楚 他是德邀請他到立法院去做報告 而且這個尋答的方式 就是由立法院來訂定之 這個到底哪裡有違憲 而且今天在大法官 在大法官做成暫時處分之前 當總統公布法令生效之後 他本來就有要行使法律的義務 就是說總統帶頭違法 他其實今天就是要用 這麼強硬的這個語氣 然後來去塑造一個 你這個立法院在藍白的掌控之下 他就是一個擴權的一個大機構 而且我們其實是 真的是這很罕見的 總統府監察院 民進黨立院黨團 然後一起要來這個行政院 一起要來提出這個釋憲 就是要把這個國會 就民進黨要把這個由藍白所拿到的 這個國會多數 一鼓腦的把你的正當性給這個摧毀 大家不要小看 就是說他們這樣子的這個力道 就是說他們在綠營的這個節目裡面 然後到這個下鄉 下鄉去這樣子走 他們想說這些這麼多的 這些立法委員 監察委員 都說你們這個是不對 哪有可能大家都造謠 然後再加上很簡單的這個邏輯 你知道那天那個韓國瑜 不是去投了票嗎 你知道綠營講他為什麼要去投票嗎 因為他有承受來自中國的這個壓力 就是說連這樣的話 他們都說得出口 就是在面對一個這麼不理性的 充滿了政治意識形態的 這樣子的一個執政黨的時候 藍軍真的是要加強 他們到地方上面 用一個最直白的一個大白話 拿過去的民進黨 來打擊現在的這個民進黨 就知道了 不然我們還是要不認識 去投票 我們還是要不認識 成功的 做了一場 還有一個大白話 就是 那天啊 我們還是要去投票 有機會 我們還是要去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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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對